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雨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至尊 众人这才恍然起来将一律打消 一个个警惕地望着圆阳散外那铺天盖地的红色沙粒 这些石块的攻击并不强 强的是突然性和繁多性 只要有了戒备以众人的实力便无足为惧 魏东阳道 这位小兄弟似乎并非帅家之人 帅君威脸色一宁沉了下来 不知道魏东阳是什么意思 但肯定不会是好心思 李云霄淡然道 我是帅家的客亲 魏东阳进一步问道 客亲 据我所知 帅家并没有你这么一位客亲啊 李云霄冷笑了一声 朝着帅君威说道 君威大人 帅家有什么客亲 需要向地龙城的魏家的东阳大人汇报吗 帅君威重重的哼了一声 脸上敌意大增 说道 当然不需要 李云霄道 这么说来 是东阳大人自己觉得需要了 魏东阳心中爆汗 善善善地说道 这位小兄弟 说笑了 他急忙岔开话题 咦 这把伞 怎么有点像是星座人的圆阳伞 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李云霄脸色一沉 怒喝道 魏东阳 这大敌当前危险重重 你身为魏家之长 不思如何破敌 却总是在这阴阳怪气地问这问那的 我倒是要问一句 东阳大人 你是何心思 若是无意破敌 我现在就收起这小红伞 咱们两家人分道扬镳 他色力内忍 满脸怒容 一下子就将魏东阳的各种试探 全部顶了回去 帅家之人都露出冷力之色来 全部望向魏东阳 率军威更是怒气涌入脸上 内心则是欢喜不已 大声叫好 魏东阳一脸的黑线 这才发现 这小子口舌之力更胜修为 自己看他年纪轻 以为是最好对付的 不想到咬到了一嘴毛 他急忙说道 这是哪里的话 自然是要起心协力 这小红伞还能撑多久 李云霄道 刚才一动怒 伤了真远 怕是支持不了斩查功夫了 魏东阳抹了一把汗说道 好吧 小兄弟 可以收起小红伞来了 我施展一招绝技 杀出一条通天大道 只要过了这片红色沙历 前面就是成片的荒原山坡 李云霄道 那好啊 随手点了一道发掘 小红伞就直接收拢起来 飞回到他的手中 一瞬间 成片的沙历铺天盖地的攻击过来 所有人都是猝不及防 你妹呀 让你收伞 你连个招呼也不打 所有人都是瞬间发狂 一个个都是吓出了冷汗来 急忙运转元气 在周身结出一道结界 将那漫天沙历挡住 都是脸色铁青 恨不能一下拍死李云霄 魏东阳同样是心中巨憾 知道李云霄是故意 他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大喝一声 一道元气从身上爆发 将大批的历石全部撑开 随后手中一扬 一把青色的玉尺浮现出来 凌空而去 那玉尺在空中直接化成了一座桥梁 不断地延伸通向彼岸 走 魏东阳大喝一声 一脚踩在玉尺上就凌空而去 玉尺上的青色光芒 随着他的离开不断地收缩 眼见大批的沙力 以极快的速度追了上去 其余之人心中一领 也是纷纷杀出一条路来 沿着那玉尺开辟的大道桥梁 飞向彼岸 这时 那铺天盖地的沙力相互之间聚拢起来 直接化作两个石杖鱼高的巨人 一个踏步向前 追着那玉尺 一个大吼一声 抡起两个拳头 朝着剩余之人轰来 砰 玉尺之上 刚刚站上几人 在那沙力巨人的拳头一轰下 玉尺上的青光锐剑 那几人站立不稳 摇摇欲坠 魏东阳心中一惊 踩上玉尺的都是他魏家之人 他急忙凌空画出了一道绝印 直接往尺身上点去 以他的指尖为中心 一个金色的符号在玉尺上衍生开来 顿时 一股金光泛起 将沙力巨人震开 那巨大的拳头更是在空中碎裂 但转眼又凝聚在了一起 这顷刻间 那登上玉尺的魏家之人 已经飞速前进了数千米 逃离了这一片危险区域 那沙力巨人 眼看追击无望 则是转过身来 朝着剩下的几人攻击 除了李云霄等七人外 还有另外两名 未能登上玉尺的男子 都是脸色发白 在两名沙力巨人的拦路下 无法通过 更让他们皱眉的是 那沙力巨人越打越小 身上的石块不断地崩裂开来 还原成一个个独立的个体 停在空中乱飞 反而更加难以应付 率军威冷哼道 魏东阳内死 只顾自己逃命 诸位 随我来 万道光芒 在他手中汇聚 一个巨大的铁球 用锁链吊着 提在手里 率军威大吼一声 直接将铁球抓了起来 往前一拍 顿时如同流星一般 横空扫去 砰 一个沙力巨人 直接挨了一锤 当场被穿胸而过 流星锤周围的金光地气 将整个巨人瞬间震散 化作无数碎石雨 朝四面八方射去 率军威一步踏出 立马当先地将流星锤 顶在身前 以极快的速度往前推进 率军威 这人一个个大喜急忙 跟在其后 率军威转过头 朝另外两名靠近的魏家之人 说道 你们二人不许跟来 否则 他那不善的眼神 立即将那两人给震住了 满脸的狂喜 瞬间化作了铁青 其中一人不服道 军威大人 两家之人联手 应当同舟共计 共度难关吗 一名帅家之人 忍不住怒喝道 供你妹呀 魏东阳 可曾管我们的生死 喊他来救你们吧 帅军威的目光 朝李云霄望去 示意他赶紧过来 李云霄微微犹豫 说道 军威大人 你先行一步 我随后就来 率军威一愣 这个紧要关头 谁都巴不得赶紧走 怎么会有人主动留下来 当他看到李云霄 一脸的从容 也就不暇多问了 直接大喝一声 一拳轰在流星锤上 震出万道金光 直接将四周铺天盖地 而来的红色沙粒 尽数地击碎 随后推着流星锤 急速飞去 那两名魏家之人 脸色发白 也远远地跟随其后 不敢跟得太近了 也不敢离得太远 基本上是帮帅家之人 断后的角色了 李云霄 的确是最为从容的一个 那些红色沙粒 似乎不敢太靠近他 因为凡是攻击他的同伴 基本上都彻底地死了 红色沙粒 虽然智慧不高 但也晓得趋利避害 见所有人都逃掉了 一下子反而安静了下来 不少围在李云霄的身边旋转 却不敢主动攻击 李云霄冷哼了一声 那灵力的双眸化作血月 月同之力散开 所有沙粒在瞬间为之一射 剩下的那个沙粒巨人 也是呆着了一下 就看到戒神碑幻化出来 一股世界之力衍生 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 将所有红色沙粒都尽数吸了进去 那沙粒巨人发出低声的轻吼 举起拳头来就要轰下 却是一道轻微的声音传入耳中 铜树 月阳 随后 那沙粒巨人的双眼 变得渐渐空洞起来 整个巨大的身体 不断瓦解 纷纷被吸入戒神碑内 片刻后 原本漫天红色的沙粒 已经是一个不胜的 被李云霄收掉了 那红色的双眸朝四周一望 确认没有留下一个红色沙粒 这才绝印一点 将戒神碑收入体内 化作一道光芒 朝远处而去 葫芦小金刚 被霓虹石上的冰焰 弄得半死不活后 李云霄一直都在思考 如何将其 从那种状态下救出来 上次从穆家之人手中 得到了大量的记忆元金 可以让九阶玄气之躯 加快恢复的时间 而这些红色沙粒 明显跟石兽是同一个物种 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一路飞过去 再没有遇到什么攻击性的东西 远处呈现出一片 黄色的荒芜之地 而众人正在那里等它 帅君威一见他来了 那担忧之色立即一扫而空露出大喜 魏东阳则是眉头微微皱起 眼里闪过一丝阴霾 但很好地掩饰了下去 十分热情地迎上前来 笑声说道 小兄弟果然本领非凡 一个人断后 竟然一点事也没有 李云霄淡然地说道 东阳大人才是本领非凡呢 一个人当先就走了 竟然一点事也没有 魏东阳脸上的笑容顿身凝住了 李云霄当面挖苦讽刺 让他异常地尴尬 自己身为一家之主 一方领袖 竟然三番五次地 被一个后生小辈无理顶撞 他内心升起了滔天怒火 已经对李云霄起了杀忌 帅君威上前一步 直接走到两人的中间 将那股冰冷的气氛打乱 眯着眼睛笑道 东阳兄啊 过了刚才那一片红色区域 这里应该就是内部了吧 魏东阳将杀鸡收了起来 只是看着李云霄的眼神 越来越不善了 李云霄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还是那副风轻云淡 双手抱在胸前 似乎天塌了 也不会紧张的样子 魏齐人摇了摇头说道 并非君威大人所言的那样 眼前这片荒芜之地 才是外围与内部相交之所 只有过去了 才是真正的进入内部 这片区域后面如何 我们也一点都不知道了 众人跳目远望 只觉得天空黑压压的下来 神石只能在这片荒芜之地上打转 无法延伸得更远了